朝鲜儿童的课余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? 日前,受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邀请, 记者来到平壤市区的万景台学生少年宫, 近距离感受朝鲜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。 走进万景台学生少年宫, 记者刚好遇到一群朝鲜学生前来参观, 他们身着统一的朝鲜白色传统服饰, 认真听着继红领巾女孩的讲解, 对面是朝鲜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日成的题词, 孩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贝, 朝鲜的未来是我们孩子们的。 不少人手里拿着小本子, 边听边记,学习氛围扑面而来。 走进少年宫的一间教室, 学生们正在老师的指挥下演奏传统乐器古针, 孩子们的身体随着古针弹奏的旋律有节奏地起伏着, 大家都陶醉在美妙的乐曲声中。 舞蹈教室里, 十几名穿着黑色连衣短裙的小女孩, 正伴着欢快的音乐轻盈地跳动, 不时向观众展露微笑。 而另一间教室里, 手风琴的演奏同样精彩, 面对记者的采访, 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显得落落大方。 这首歌是朝鲜歌曲, 没有她, 我们不能活。 轻唱完几句歌词, 小姑娘的眼圈红了起来, 眼眶里晴着泪水。 像这个女孩一样, 对很多热爱文艺的朝鲜孩子来说, 少年宫是他们实现梦想的地方。 正在认真写着书法的女孩, 是九岁的方美玲, 旁边放着她刚刚写好的大字, 世上别无所限。 这个穿白衬衫戴红领巾的小女孩, 在万景台少年宫有着特殊的经历。 四年前,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来到这里, 站在桌旁笑着看她写字。 当时, 五岁的方美玲提笔写下敬爱的金正恩, 却一时又想不起后面的词语, 只好重复写着金正恩。 从那之后, 方美玲开始努力认字, 苦练书法, 期待能再有机会写给金正恩委员长看一看。 那天的照片也被裱起来, 挂在了少年宫走廊显眼的地方。 万景台学生少年宫始建于1989年。 2015年年底, 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倡议下, 少年宫经过翻新改建后对外开放。 这里的主要课程有歌舞、乐器、书法、刺绣、绘画等。 每间教室门都开着, 音乐声此起彼伏。 在这样的地方学习需要花费多少钱? 记者随机采访到了一位 学习刺绣的女孩。 每逢星期四, 少年宫对外全面开放, 游客可以走进去观看。 在少年宫外, 是用花钢岩建造的外观。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 这里建筑设计的很多细节 都体现着国家对孩子的关爱。 在万景台少年宫的门前, 坐落着一个雕塑。 一头飞驰的骏马, 拉着一辆华丽的马车。 车上是十几个身着不同服饰的孩子。 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。